世界最穷的国家 你是否觉得 深处在马来西亚 每天过着辛苦的生活 得不到满足的薪水呢? 难受想哭 我到现在还是单身 那么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哪些呢? 大家好,我是光辉 今天我就来说 世界上排名最穷的10个国家 如何定义最穷的国家呢? 使用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GDP 排名最差的国家来定位 哈佛汉人均收入为GDP800美元 哈佛汉是世界贫穷国家之一 这国家是世界殖民恐怖分子本人 拉登出生的地方 也是对美国发出恐怖袭击的 911事件 哈佛汉战争已经有了20多年了 到了今天还没有停过 在经济上是靠农业吸收了 约40%的就业 例如 大麦、小麦、大米 及各种的水果等等 但为了能赚更多钱 他们都会制造和运毒米来过生活的 中非共和国人均收入为 GDP754美元 中非共和国是位于中非的 原法国殖民地 也作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意味着这国家的政府 管理能力是相当的弱 通常都是依赖外国资源 以及一些NGO的帮助 大概有4%进口收入 来源于该国钻石输出 他们到了今天还是要忍受 营养不良和饥饿的折磨问题 塞拉利昂人均收入为GDP739美元 塞拉利昂是西非的一个贫穷的国家 数年来延伸了自己的语言 那就是英语 他们称为Cure Cure的语言 塞拉利昂的最大经济收入是鑽石 因为他们的国家有非常好的鑽石来源之一 可能观众就会问 喂? 为何他们变不成发展中的国家 还是先进国呢? 那就是因为 带来了进入军事务和商人的腰包 使得国内战争十年不休 厄利特里亚人均收入为GDP739美元 厄利特里亚独特的地位位置为其通过 苏伊石运和船线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只不过数几年来 厄利特里亚都是以战士为主 在2009年美国就称其 与恐怖主义分子的密切相关 逆日耳人均收入为GDP736美元 逆日耳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该国国土80%以上都是沙漠掩盖 看上去是不可能让人类生存的 并且更糟糕的是持续不断的干旱 让逆日耳沙漠化更加严重 不久后逆日耳都会被沙漠盖到烟消云上 感谢观看 worlds monde 只是沙漠aire 为所自使用最好 克兰高速运温 好 睡觉